去年4月,索科尔再次受到冲击,因为奥马哈的一位法官,对中美能源控股公司,开出了3200万美元的罚款。 因为他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该公司为了迫使菲律宾的一个水利发电项目中的少数股东退出,蓄意错误地计算未来的利润。 索科尔坚决反对这项裁决,公司正在提起上诉。 尽管遭遇了如此挫折,但每当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这架庞大机器的某个部件发生故障时,索科尔仍然是巴菲特派出的修复先生。 那么,当索科尔空降之后会发生什么呢?让我们看看利润公务航空公司的故事吧。 2009年8月中旬,利润公务航空公司的资金和客户都不断流失。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查德,圣图利草拟了一封辞职信,巴菲特接受了他的辞呈。 当时的情形对他们二人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 巴菲特把圣图利当朋友看待,还在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2003年的年报里,将他描述为卓越的首席执行官。 曾在高盛集团做过银行家的圣图利,于1986年,开创了飞机行业的产权共享模式。 到2009年,利润公务航空公司共有842架飞机,3500名飞行员,总收入达31亿美元。 圣图利签署过禁止诽谤公司协议,Non-Disparagement Agreement,因此未对本文发表评论。 圣图利发现,大部分飞机所有人一年只使用飞机几百个小时,于是他想出了产权共享的概念。 为什么不把获得所有权的昂贵成本拆分开来,这样做,还可以免去聘请飞行员和维护飞机的麻烦。 如今,利润公务航空公司的客户,通常在例如5年内,购买飞机1%的所有权,如果使用飞机,还要另外支付每小时5000美元的费用。 由于利润公务航空公司拥有庞大的机队,因此他能保证所有人,在提前4小时通知的情况下都能得到飞机,不一定是他自己的纳架。 但肯定是同一机型。巴菲特和他的家人,以及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许多高管,一直都是对利润公务航空公司非常满意的客户。 巴菲特非常喜爱这家公司,他喜欢在股东大会上,向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股东推销这项服务,有时还会在股东大会上展示这些喷气式飞机。 巴菲特旗下还拥有那一品牌鲜过生活,他在2001年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如果你购买了一架飞机的分尸所有权,我们甚至有可能,额外赠送一盒三条装的短内裤或平脚内裤。 可是,自从巴菲特在1998年,以7.25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利涉公务航空公司之后,连赚回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投资本钱都困难。 共享产权业务就像管理航空公司一样,恐怕还要更为复杂。 想象一下,短短4小时提前预约,就要把客户送往目的地。 这就不仅要有可供使用的飞机,而且还要有可直飞的飞行员、机组乘务员、维修人员及餐饮服务。 一切都要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点。 每年历劫公务航空公司,仅用于培训飞行员的费用就高达1亿美元。 各轮部总部还有自己的天气预报专家,追踪天气变化,预报可能的航班延误。 历劫,公务航空公司,那些富有的客户,已经过惯了于取于求的生活。 一位G5公务机的所有者,只用白色的,舒泰龙的杯子和咖啡。 机组人员不得不四处寻找这样的杯子,然后将其放在他的座位旁边。 该公司一位飞行员回忆说,有位乘客从丹佛飞往洛杉矶只是为了礼放,随后又返回了丹佛。 这位乘客使之贵宾犬,其飞行花费了3万2千美元。 到2009年8月为止,金融危机对历劫公务航空公司的打击异常惨重。 一些高管再也不希望被人看到,登上价值5000万美元的弯流公务机。 尽管底特律的那些首席执行官,还是坐着私人飞机,去参加美国国会有关救助计划的听证会,但也未见得对公司起到实际帮助。 其他人则负担不起这样的费用了。 历劫公务航空公司的合同,保证以合理的市场价格回购所有人的股权。 背负沉重压力的华尔街巨头,苦于卖不掉自己的房子、艺术品或者马匹。 但他们却紧紧握着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回购他们飞机的合同保证。 飞机所有人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出售手中的飞机股权。 当时的该公司某位历劫公司高管说,我们如临深渊。 图表上的曲线,仿佛是六面骑主提供原理的超人过山车。 公司的账面上出现了巨额未售出的飞机价值,有些付款甚至还不到40%。 由于局势恶化,索克尔取代圣图利出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8月初,他飞赴哥伦布利捷公司总部视察时,发现公司存在两个主要问题。 首先,新购买的飞机太多了,导致公司债台高住。 其次,据索克尔说,公司的组织形势太不规范,以致影响了工作效率。 索克尔开始分发他的管理小册子。 不久之后,他便意识到修复公司远比他想象的困难。 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极富个人魅力的领导者圣图利,在公司构建起了强大的公司文化。 许多员工感觉公司就像他们的大家庭,他们愿意付出额外的劳动,以保证这个庞大而繁复的企业每天正常运转。 但凡有人需要帮助,就能得到帮助。 员工互相代搬的情况很常见。 索克尔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不破坏独特的公司文化的前提下,彻底改变公司。 但是,公司高层却希望一切保持原样。 索克尔在会议上提议卖掉飞机或者削减成本,高管们却极力反对。 不久,索克尔就变得很沮丧。 当时管理运营部门的比尔奥尔森,Bill Ossett,说。 索克尔拒绝采纳建议、批判性的辩论或建设性的批评意见。 这点在公司内尽人皆知。 如果你在会上挑战他,他就会狠狠地瞪着你。 而且你很快就会被他遗弃。 奥尔森离开管理岗位后,又当起了公司的飞行员。 索克尔的回应是,这并不属实。 我的管理风格是协同合作型的。 尽管阻力重重,索克尔还是努力推进改革, 他取消了新飞机的订单,出售就飞机, 将债务从19亿美元减少到13亿美元。 他还削减了大约1亿美元的成本, 这足以让公司运营实现盈利。 他的改革从一处着手, 取消免费使用飞机的措施, 为公司节约了近3000万美元的开支。 旧的管理体制经常允许电影明星, 革新或公司的朋友免费搭乘飞机, 或者出于宣传目的给他们升仓。 索克尔说, 对于这样的推广活动, 我们也许只能创造两三百万的价值, 却要花费掉3000万美元的成本。 他还取消了公司每年为客户举办的, 且花费不菲的拉斯维加斯扑克牌锦标赛活动。 紧接着就是裁员。 圣图历此前已经削减了约4%的工作岗位, 现在又裁掉5%的员工, 并且暂时解雇了近500名飞行员, 员工总数因此降至6400人。 他说, 由于公司的飞机数量减少了, 所以不再需要那么多员工。 许多高层管理者极力反对这样大幅度的裁员, 他们认为服务质量会因此大受影响。 不久之后, 公司批准了近一半高管的辞呈。 其余人员要么被重新分配, 要么自行离开。 索克尔坚决认为公司老早以前就该进行重组。 他说, 管理紊乱的一大好处就是, 你很难衡量每个人的能力, 因此高管们会互相拍着肩膀, 吹捧说他们工作出色。 而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衡量他们的工作。 公司以为高管管理的销售区域已经陷入亏损, 可他还是得到了数百万美元的奖金。 整肃了高管团队之后, 索克尔又从下层管理者中提拔了三名进入高管团队, 还从外部聘请了三位。 他说, 公司的情况就是头重脚轻, 并且缺乏优良的组织结构, 我们必须让员工有责任感, 有清晰的, 可实现的目标, 我们必须保证每个人权责明确。 在以往的旧体制下, 服务和成本水平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衡量, 却无法在整个组织内实现。 索克尔将为公司效力多年的比尔诺埃, Leno, 提拔为公司北美地区总裁, 诺埃解释说, 在旧的体制下, 你可以把所有高层人员召集到一起, 并告诉他们我们的目标和工作, 但是下一级员工是否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 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索克尔培养他的团队, 去衡量公司做的每一件事, 从准时服务到票据脱收, 再到餐饮质量, 无所不包。 他说, 当我们出现失误时, 我们就会分析犯错误的原因, 如果有解决办法, 那我们就建立一套体系, 从而彻底解决它。 最近, 公司的一位客户, 要在劳德戴尔堡一个小型私人机场降落, 却要在劳德戴尔堡国际机场租辆车。 这是他的疏失, 但公司的客服代表并没有发现。 从那以后, 索克尔的团队调整了软件系统, 这样一来, 如果计算机系统, 没有指出, 汽车和机场位置不吻合, 客服代表就预定不了汽车。 他说, 在航班预定方面, 我们的失误率不到0.5%, 但即便只有0.5%, 也还是太多了。 索克尔还把客户服务, 销售和市场营销集中到一个团队内, 创建了综合功能团队, 以便更熟悉每位飞机主人的需要。 这批客服人员, 常常与机主们见面, 或许会发现, 诸如X先生, 喜欢与紫酱和零度可口可乐这样的信息, 然后把此类信息补充到公司, 为每位客户建立的主文件中。 公司高级副总裁亚当约翰逊, Adam Johnson, 说, 知道飞机上所有乘客的姓名, 纪念日和生日等, 会对建立密切友好的关系大有弊异。 索克尔说, 公司原有的创业型企业文化, 主要着眼于当前的成长, 而不是长期规划。 他制定了严密的五年期和十年期计划流程, 关注点从未来对新飞机的需求, 到飞机燃料价格, 通货膨胀再到中国等新市场的开发等, 囊括了方方面面。 公司的总顾问乔丹汉塞尔, Jordan Hansel, 说, 对经济形势, 商业计划, 监管规定做出一系列完整, 明确的设想, 这会不促你分析, 哪些是有可能让你改变决策的重要因素, 从而有助于减少意外的发生。 不过, 令索克尔大吃一惊的是, 公司某些心怀不满的前管理人员, 对他发动了一场言论攻击, 甚至有一部分出现在了巴菲特的传记作者, 爱丽丝, 施罗德, Alice Schroeder, 的网站上, 公司共同创始人吉姆雅各布斯, Jim Jacobs, 是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 今年1月, 雅各布斯辞去了公司副董事长的职务。 他认为, 索克尔削减成本的措施, 是以牺牲服务标准为代价的, 而且飞机所有者牢骚不断, 很多人还离开了公司。 他还声称, 取消新飞机的订单是个巨大的错误。 他说, 我们过去一直在保护这种业务价值, 确保金蛋额持续为我们产下金蛋, 我们没有恐慌过, 没有采捡过飞行员。 想把他们再请回来还得花大价钱, 我们也没有取消新飞机的订单, 那样会导致现有机队老化, 从而使运营成本进一步提高。 我们没有关闭重要的关系网, 如今的历劫公司, 没有人知道该如何管理它。 在批评裁员的措施时, 雅各布斯指出, 在2009年的7.11亿美元亏损中, 大部分都是非现金开支, 即使不再出售新的部分所有权, 公司还是有望在2010年实现, 大约7000万美元的现金流。 他认为, 这些裁员措施, 让公司成了以往的一个渺小的缩影。 荒谬至极。 索克尔立刻反驳道, 在所有我经手过的收购交易和转型改革中, 从未见过哪个高管, 在离职之后, 还跳出来散播谣言, 给客户打电话。 不顾一切的试图重商公司, 这简直令人无法容忍。 他们这样做, 只会伤害他们自己以及公司的员工。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 有一个人的看法至关重要, 那就是巴菲特。 对索克尔的管理成果, 巴菲特既欣喜又满意。 公司现在的盈利状况很好, 而且不是通过卖飞机获得的。 巴菲特说, 看起来, 公司今年的税前利润有望达到2亿美元。 这是我所见过的一项伟大的管理成就。 当航空业东山再起时, 公司的年利润可能会达到5亿美元。 索克尔认为, 这次转型改革已经基本结束。 他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 从新的6人管理团队中, 挑选一个人担任首席执行官。 现在的问题是, 当奥马哈打来的电话再度响起时, 他又要飞往何处呢? 2010年6月, 几乎就在沃伦, 巴菲特宣布他对比尔和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 及其他四个基金会, 巨额慈善捐赠的。 整整四年后, 他和盖茨再次因为宣告自己的捐赠承诺, 而重新回归到公众事业。 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激发亿万富翁, 思考自己对于慈善的贡献。 财富杂志, 特地将这一重大新闻打造成封面文章, 后面还附有巴菲特个人的慈善承诺, 同时张贴在全新网站giving pledge.org上。 在发布捐赠承诺的三个月前, 当时还未完全确定发布的方式和时间, 盖茨和巴菲特在奥马哈机场附近见面, 并共进了午餐。 商讨发布的地点, 当时连名号都还没有。 关于他们的计划, 我知道一点。 而且我认为让大众获悉这件事也非常重要。 我把这件慈善事业中里程碑式的事件, 告诉了杂志总编瑟伯安迪。 他当即表示同意, 因此就有了我们六月份刊发的封面故事。 镜头瞄准了三月份在奥马哈郊外好莱坞餐厅, Hollywood Diner, 共进午餐的巴菲特和盖茨。 盖茨乘坐飞机跨越整个国家来与巴菲特相会, 而巴菲特本人也是驱车从事中心的办公室, 风尘仆仆地前往约定地点。 自2012年9月起, 共有92位捐赠承诺签署者, 还不包括共同签名的配偶。 鉴于美国还有更大一批巨富族群, 也就是福布斯400富豪榜单上的富豪, 巴菲特和盖茨一直将他们是做可待挖掘的潜在捐赠者。 所以前景还是相当乐观的。 不过,巴菲特相信已经签署宣言的人, 已经让捐赠承诺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他说, 即便这个数字小于92, 我也会认为已经得偿所愿。 而且我知道, 我们已经改变了很多人关于捐赠数额的看法。 某些人捐赠的数目是非常庞大的。 非但如此, 巴菲特和盖茨还组织并参与了印度和中国的慈善晚宴, 将捐赠承诺的观念传播到那里。 因为那里的富人更倾向于将巨大财产传承给下一代, 而非捐献给慈善事业。 2011年3月,印度的那场晚宴吸引了大批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 所以在此, 我们也无法估量捐赠承诺能够走多久, 走多远。 卡罗尔卢米斯 2009年5月, 有人爆料给媒体说, 美国最富有的两个人, 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在纽约市秘密组织, 主导了一次亿万富翁晚宴。 据说晚宴由戴维洛克菲勒主持, 包括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 迈克尔布隆伯格, 和奥普拉温弗里。 欧普拉温弗里, 在内的重要人士都参与其中, 晚宴的主题是慈善。 即便媒体一再追问, 巴菲特和盖茨还是拒不回答。 而这显然丝毫不能打消媒体对此事的关注,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各种描述。 慈善纪时报, 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 称其为前所未有。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 ABC News, 和休斯登纪时报, Houston Chronicle, 形容其颇为神秘。 纽约杂志, New York Magazine, 一篇滑稽的模仿文章, 还幻想乔治·索罗斯, 在奥普拉面前表现出粉丝追星的可笑模样。 一家广播电台主持人所描绘的更是一幅黑暗场景。 女士们, 先生们, 一场恶作剧正在秘密进行。 这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不是什么好兆头。 不, 完全不是这样的。 余晖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 基金会前首席执行官帕蒂, 斯通西府, Teddy Stonersefer, 反驳道, 他还极不情愿地站出来澄清谣言。 他告诉西雅图时报, Seattle Times, 这仅仅是朋友和同事之间讨论慈善想法的一次聚会。 事实的确如此。 不过, 这次讨论, 却蕴藏着极大改变美国人慈善捐赠行为的可能, 并引导他们提高捐赠数额。 通过这次晚宴, 盖茨和巴菲特, 开启了一场可谓史上最大规模的募捐活动。 任何类型的捐款者他们都欢迎, 但最直接的目标还是亿万富翁。 他们希望这一群体大幅提升, 对慈善机构的捐赠数额。 不过, 在纽约晚宴上, 这一愿景尚未成形。 随着另外两次晚宴的举行, 军委被披露。 巴菲特和盖茨夫妇最终设定了一个目标, 从福布斯400富豪榜单开始, 带动超级富豪承诺, 字面上的承诺, 在他们有生之年或去世时, 至少捐出一半身家给慈善事业。 毫无疑问, 该计划将大幅提升慈善捐款的数额。 虽然具体的捐款规模还是个米, 但我们总会得知。 我需要再次说明的是, 本文是第一篇公开披露巴菲特、 梅琳达和盖茨, 努力倡导的慈善承诺活动的文章。 在过去几个月间, 随着该项目的逐渐开展, 财富杂志采访了三位发起人, 以及一些已经加入, 盖茨·巴菲特运动的亿万富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本文也与财富杂志, 另外两篇关于巴菲特的封面报道相呼应。 第一篇是发表于1986年的, 一切都该留给子孙吗? 巴菲特回应, 坚决不会。 第二篇文章写于2006年, 披露, 巴菲特有意将自己在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持有的股票, 逐步捐赠给五家基金会。 最大受益方,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那以后的四年时间里, 巴菲特共向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捐赠了64亿美元, 这还不包括, 将于今年夏天进行的2010年度的捐赠。 与此同时, 基金会利用巴菲特的捐款, 和盖茨夫妇的巨额捐赠, 大幅提高了捐赠水平, 达到每年30亿美元左右。 其中大部分用于全球健康实验。 举一个小例子, 受到该基金会重金资助的抗虐急药品事业会, Medicines for Malaria Venture, 与诺华公司, Novatis, 合作开发出口感较好的抗虐急药片, 分发给24个国家的数百万儿童服用, 因为它们是该病的主要受害者。 2006年, 关于巴菲特的特别报道, 也是我本人撰写的, 此时我的身份是财富杂志的资深自由编辑。 此外, 我还是巴菲特的多年好友,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年报的编辑。 通过它, 我和丈夫约翰·卢米斯还结识了盖茨夫妇。 卢米斯团队, 甚至偶尔, 还跟巴菲特, 和盖茨组成了队伍打桥牌。 话虽知词, 但盖茨·巴菲特运动将给慈善业带来什么好处? 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取决于一个秘密。 美国最富有的人现在的捐赠规模有多大? 多数人都选择不公开自己的捐赠数额, 局外人很难揭开这一面杀。 因此, 无论是捐赠人选还是就其净资产而言, 福布斯400富豪榜也许都是最接近的估策。 巴菲特说, 他知道有两位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股东应该列入榜单, 但被漏掉了。 因此, 盖茨一语重地。 这个榜单不准确, 尽管准确性遭到了质疑, 杂志称, 福布斯400富豪榜2009年的净资产, 合计大约为1.2万亿美元。 因此, 如果这400人在有生殖年获去世时, 捐出一半家产, 那就是6000亿美元。 至少, 你可以把这一惊人数字, 视为巴菲特和盖茨夫妇期望中的捐赠额。 且不说福布斯400富豪榜。 我们只要看看美国国税局, 发布的年度捐赠和遗产税的数据, 就能知道超级富豪的捐赠距离, 6000亿美元的目标还有多远。 首先, 总体而言, 美国的情况令人敬仰, 在做慈善的慷慨度方面远超其他任何国家, 年捐款额在3000亿美元左右。 其中一部分被报道出来, 是因为个人税收申报表中降慈善支出, 作为扣减项目。 但是, 低收入纳税人通常并不单列扣减项目, 而是采用标准的扣减额。 在较高收入水平的纳税人群体中, 慈善捐赠数据开始显露出异议。 以2007年为例, 可获取的最新数据, 调整后, 总收入为1000万美元, 或以上的18394名个体纳税人。 申报的慈善捐赠额约为328亿美元, 相当于其5620亿美元收入的5.84%。 亿万富翁的情况如何呢? 虽然存在某些缺陷, 但这里最有利的证据, 是源自美国国税局发布的400名, 年度纳税最多的个人的统计数据。 近20年以来, 名单上的人不断发生明显的变化。 政府要追踪这400名纳税最多的个人的原因, 也许是受福布斯400富豪榜的激励, 当然也许不是。 无论如何, 这两分400人榜单尽管存在重叠, 但不可能一模一样。 原因之一是国税局的数据统计的是收入, 而非净资产。 美国国税局2007年的数据显示, 400名纳税最多的个人, 调整后的总收入共计1380亿美元, 而仅110多亿美元被列为慈善支出扣减, 所占比例约为8%。 在此必须补充的是, 扣减掉的金额必须上调, 因为某些捐赠中允许扣减的额度是有限的, 其中包括金额非常巨大的款项, 比如, 当年巴菲特像比尔和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捐赠的18亿美元等。 即便如此, 无论如何, 人们还是无法想象, 110亿美元上调, 到150亿美元以上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认可150亿, 美元是个合理的估测值, 这就意味着, 这400名纳税最多的个人, 将其收入的11%捐给了慈善团体。 这也只是略高于1%。 年度捐赠数额会不会误导人们以偏概全呢? 人们或许会猜测, 巨富之人在有生之年一直积累财富, 然后在遗嘱中安排了大笔慈善捐款。 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遗产税数据破坏了这种猜想, 正如我们所见的2008年的统计数据那样。 当年有38000名纳税人, 递交了遗产税申报表, 遗产总额为2290亿美元。 这些人中, 有五分之四去适时, 没有定立慈善遗赠。 定立遗嘱的7214位纳税人, 共捐出280亿美元, 仅占全部38000名, 申报人2290亿美元, 遗产总额的12%。 总的来看, 该数据显示, 极富有的美国人目前的捐款额, 与盖茨夫妇和巴菲特所倡导的适当水平, 净资产的一半或更多, 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关键问题是, 有多少富豪会赞同他们的倡议。 本次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是2009年5月举行的那场亿万富翁晚宴, 你也可以将其称为首次晚宴。 盖茨夫妇将这一基本想法归功于巴菲特, 一小撮乐于奉献的慈善家, 以某种形式聚在一起, 讨论将行善的福音传播给更多人的战略。 事实上, 是盖茨夫妇亲自组织了这次会议。 盖茨微笑着说, 如果你指望巴菲特组织这次晚宴, 或许要等上一辈子了。 与此同时, 巴菲特也给自己办公室里的一份新文件撩草的命了, 新名伟大的捐赠者。 第一份归档的文件, 是巴菲特和盖茨。 3月4日致慈善元老戴维洛克菲勒的一封信, 目的是邀请他主持这次晚宴。 以95岁高龄的洛克菲勒告诉财富杂志, 这份邀请既令人吃惊又令人感到荣幸。 参会地点选在纽约市的洛克菲勒大学, 洛克菲勒University, 高雅且极其私密的校长办公楼。 洛克菲勒担任该校董事会成员, 已有70年之久。 他还要求68岁的儿子小戴维, 洛克菲勒一同前往。 晚宴定于5月5日星期二下午3点举行, 盖茨强烈要求定在这一天, 因为彼时正值, 他和家人在欧洲三个月的度假期间。 而这一天恰逢是他回美国做短暂停留期间。 梅琳达选择跟三个孩子留在欧洲, 因此没有参加首次参会, 但后续所有活动他都将参与。 盖茨夫妇将此次运动使为个人事务, 而菲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项目。 而且,梅琳达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 应当邀请夫妇双方共同参加参会, 因为夫妇双方对任何决议来说都同等重要。 她的理由是, 即便赚钱的是丈夫, 但真正管钱的也是妻子。 任何慈善计划都应该有妻子的参与, 因为这会影响到她和孩子的利益。 3月24日, 邀请函被寄出。 即便实际到会的人数少于寄出的邀请函, 但5月5日出席参会的主持人和宾客, 无疑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影响力。 他们的净资产合计可能高达1300亿美元, 都有着向慈善团体捐献的良好传统。 除了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的帕蒂, 斯通西福和小戴维·洛克菲勒以外, 共有14人出席, 包括老洛克菲勒、巴菲特和盖茨。 来自纽约市当地的宾客包括市长布隆伯格, 三菱华尔街投资人皮特比德森, 皮特皮特森, 朱利安罗伯逊, 朱利安罗伯逊, 和乔治索罗斯, 以及查理查尔斯菲尼, Charles Chuck Phinney。 菲尼是免税电DFIS, Duty Free Shoppers, 的大股东。 迄今已通过自己的大西洋慈善总会, Atlantic Philanthropies, 捐出50亿美元。 1997年, 当菲尼跌出福布斯400富豪榜单时, 该杂质疑少见的褒奖进行了评价。 他向慈善事业捐出了巨额财产。 外地的宾客包括奥普拉、泰德特纳以及来自加州的两对夫妇。 洛杉矶慈善家伊莱布罗德、 伊莱布罗德和艾迪斯布罗德、 Adiv Broad夫妇。 硅谷的约翰莫格里奇、 John Morgereich和塔西亚莫格里奇、 Tashian Morgereich夫妇。 莫格里奇夫妇的财富主要来自四科系统, Cisco Systems。 这两对夫妇都一度因为形成不变, 对是否接受邀约拿不定主意。 不过, 邀请函洛款的几个签名实在是太有分量。 从左到右一次维洛克菲勒、 盖茨和巴菲特。 这几个签名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伊莱布罗德说, 因此, 在约定的日子, 布罗德夫妇如期抵达, 跟其他宾客一同围坐在一张大会议桌旁。 猜测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解开谜团的是巴菲特, 他俏皮幽默, 据小戴维洛克菲勒回忆说, 巴菲特扮演起了活跃气氛的角色。 他极力想让会议不至于过分沉闷, 和过分自吹自擂。 作为开场, 巴菲特先从慈善事业谈起, 形容此次会议是一次探索, 然后, 邀请大家一次说说自己的捐赠理念, 及发展过程。 参会的结果可以总结为12个故事, 每个15分钟左右, 一共持续了近三个小时。 但财富杂志采访的与会者, 大多都认为故事引人入胜, 非常精彩, 尽管有些大家并不陌生。 老洛克菲勒说, 西夏之年就学到父亲和祖父的慈善精神。 特纳讲起了她的老故事, 一时兴起地向联合国捐献10亿美元。 一些与会者谈到了从小额捐赠, 向大额捐赠跨越时, 面临的心理困扰。 还有一些人则担忧慈善捐赠的决心, 可能会离见他们与孩子的关系。 后来在回忆此次参会时, 巴菲特笑称, 当时他感觉自己就像是精神病医生。 这些故事中谈及的慈善动机涉及多个领域, 被多次提及的教育、 文化、 医院和健康、 环境、 公共政策以及贫困问题。 盖茨觉得整个参会无与伦比, 慈善涉及领域之广令人钦佩。 他说, 美国人捐赠覆盖范围的多元化, 正是这个国度迷人的原因之一。 随后的用餐期间, 大家的谈话主题更加具体化, 转向如何提高富人的捐赠额。 比较好的提议包括, 国家对伟大慈善家的认可, 例如颁发总统奖章, 拍摄关于慈善的电影, 出版慈善指南或者召开富豪大会等。 但当时大家并未想到承诺这种方式。 参与参会的小洛克菲勒说, 我和父亲从参会中领会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 增加捐款, 要仰仗那个房间中的很多人有步骤的, 有针对性的, 长时间的付出。 但这场参会最终还是遭到了意想不到的结局。 消息泄露。 基本可以确定, 泄密者就是菲尼。 泄密对象是他的多年好友尼亚尔奥汤德, Nial O'Dowd, 纽约是一家几乎不为人知的网站Irish Central. COME的创办者。 财富杂志没能成功采访到菲尼。 对于我们的猜测, 奥汤德说, 我不能确定。 5月18日, 也就是参会召开两周之后, Irish Central.com发表了一篇只有14个小段落的文章。 标题为《全球巨富在纽约的秘密巨首》。 由于其他媒体竞相转载和追踪挖掘, Irish Central.com网站因此名声大振。 Irish Central.com网站的这篇文章没有搞清楚, 主持参会或预会的是哪位洛克菲勒先生。 除此之外, 文章准确地提供了所有预会者的名字, 最明显的例外就是唯独没有菲尼。 显然, 他没有意识到, 这样, 只会令他比其他预会者, 更多了几分泄密嫌疑。 非但如此, 菲尼作为文章的匿名引述者两次出现在文中。 第一次, 作为出席者, 他认为当天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言者是盖茨, 最直言不讳的人是特纳, 他的发言令人惊讶。 对改变自己的计划最坚定的人是巴菲特。 第二次则是作为令人敬仰的参与者, 对同座的宾客毫不吝惜地极尽包扬之词。 那些伟大、 善良的人, 他们都来了。 本次泄密事件的影响是, 将境追区, Cone of Silence, 引自盖茨阵营的描述, 转移到随后一年间捐赠运动的所有行动上。 当然行动从未停止, 包括在国外举办的几次小规模的参会。 盖茨和梅琳达在伦敦举办了一次参会, 盖茨还在印度和中国举办了几次参会。 提升别国的慈善均助水平, 是一个很特别的挑战。 在那里, 家族财富的继承被视为理所当然, 税法通常也不为捐助做扣减。 由于缺少处理慈善事务的机构和组织, 所以, 捐款该给谁并不那么清楚。 即便如此, 如果盖茨夫妇和巴菲特发起的运动, 能在美国取得成功, 就很有可能被推广到国外。 虽然经过了去年夏秋两季的推动, 但巴菲特和盖茨夫妇, 还没能为这场慈善运动, 拿出一套组织方案来。 在这种相对空白的情况下, 捐赠承诺的想法开始形成并获得了支持。 于是, 他们决定再举办几次参会。 梅林达说, 他们三位发起人士图在这些参会上, 传播捐赠承诺的想法, 看看能否得到大家的响应。 于是就有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美国参会。 由于净追去的缘故, 这两次参会的大部分与会者都未被曝光。 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一位发言人说, 采取保密措施, 主要是为了对出席慈善宣讲会的富豪们表示尊重, 如果他们决定不接受挑战, 也要尽量避免他们可能遭受指责的尴尬。 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得知了几位与会者的名字。 去年11月, 在纽约市公共图书馆举办的第二次参会, 出席的著名慈善家中, 包括了纽约投资银行家肯尼斯兰格恩, Kenneth Longoni和妻子伊莱恩兰格恩, Elaine Longoni, 以及来自费城的传媒大亨格里·伦菲斯特, H.F. Jerry Lenfest和妻子马格里特·伦菲斯特。 Marguerite Lenfest 2000年, 伦菲斯特把他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有线电视公司, 出售给了康卡斯特电信公司, Compast。 这位他和家人带来了12亿美元的收益, 从而一举成为亿万富翁。 他随即宣布, 在自己的有生之年, 他会把其中大部分捐给慈善事业。 现年80岁高龄的伦菲斯特, 迄今已捐献了8亿美元, 绝大部分给了自己的母校。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 华盛顿余理大学,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和摩尔西斯堡高中, Mercedes Berg Academy。 在11月份的那次参会上, 巴菲特称赞, 玛格里特·伦菲斯特提出的意见, 是当晚最好的, 这令伦菲斯特倍感骄傲。 巴格里特说, 富人们应该坐下来, 计算一下自己及其后代需要多少钱, 然后商定如何处理剩余的那些财富。 伦菲斯特说, 巴菲特和盖茨夫妇的可贵之处在于, 他们正努力让人们坐下来考虑这件事情。 第三次参会于去年12月, 在加州门洛帕克市的 罗斯伍德桑德希尔酒店, Rosewood Sandhill, 举行, 因而被很多人称作弯曲参会。 但实际上, 与会者来自加州各个地方及其周边的娱乐区, 与会的是一些资深的慈善人士, 包括风险投资公司克兰娜巴金斯, Glider Perkins, 的风险投资家约翰多尔, John Doerr和妻子安多尔, 安多尔·莫格里奇夫妇。 这次参会的会议地点, 就是由莫格里奇夫妇选定的。 梅琳达说, 这次参会与前两次不同, 因为有许多与会者刚刚机身富豪行列, 捐赠一时正在行程之中。 交谈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以至于为晚餐准备的牛肉老是煮过了头。 据说, 这让罗斯伍德, 桑德希尔酒店的管理人员大敢吃惊, 他们也许注意到了道格伍德, 道格伍德, 包房内的这群人应该赢得支持。 在这次参会上, 还暴露出人们对慈善活动的一些担忧。 如果公开巨额捐献, 会对捐献者的平静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慈善机构会不会无休止的索要? 如何处理国际捐助? 因为人们常常感觉像是把钱投进了无底洞。 盖茨夫妇说, 这些担心是合理的, 因为人们希望自己捐钱是不会犯糊涂, 就像挣钱时一样精明。 但是, 这些顾虑并没有打消慈善事业, 为盖茨夫妇带来的满足感。 在这几次参会上, 盖茨说, 没有任何人对我说, 我捐多了, 我本不该捐那么多。 在这几次参会上, 慈善承诺的提议也没有遭到枪决。 换句话说, 大家的反应还不错。 于是2010年一始, 承诺被落实为运动的战略之一。 把承诺比例定为净资产的50%, 是比较务实的做法。 虽然低于三位发起人期待的水平, 但也可能已经是上线了, 至少初期如此。 与此同时, 这份承诺绝非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 而只是形成书面, 要求人们认真对待的道德义务。 事实上, 这些承诺将被公布在一个由梅琳达创建, 监督的全新网站Dealing Pledge点, 欧瓦记上。 巴菲特的承诺, 99%可能会成为该网站的第一份, 当然, 如果他没被西雅图那对夫妇抢奸的话。 盖茨夫妇和巴菲特热衷于领导, 一场发现伟大捐献者的运动, 因此他们期待得到富人们的权利支持。 已经承诺, 至少捐献50%家产的人有布罗德夫妇、 杜尔夫妇、 伦菲斯特夫妇和莫格里契夫妇。 另外, 在先发布本文时, 三位发起人将向他们认为, 可能做出承诺的其他一些亿万富翁即发电子邮件, 并拨打电话。 接着, 所有承诺人或许也将加入他们的行列, 向更大批的一万富翁即发邀请函, 邀请他们加入这一活动。 今年秋天, 甚至还可能召开一次伟大捐献者大会。 这次冒险能否成功, 也许要时间才能给予我们答案。 不过三位发起人都有着自己的思考。 巴菲特深知, 每一位富人都曾考虑过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 也许他们还没有做出决定, 但他们肯定都考虑过。 我们邀请他们做出承诺, 将会促使他们再次仔细考虑这一问题。 最最重要的是, 他提醒富人, 不要迟迟不做如何处置财富的决定。 如果他们一直要等到90多岁时才最终决定, 那时, 他们的脑力和意志力肯定不可能胜过现在。 盖茨认为, 50%是鼓励高参与度的低门槛。 他认为, 可能有的人会因为看到这个比例而被吸引进来。 但结果却承诺了一个更高的比例。 这是另一个境界的事情。 他认为, 把所有事情都解决是需要时间的。 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在梅琳达眼中是不同的。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些富人不愿意捐赠, 他说, 他们不愿意筹划自己的深厚事。 他们担心自己需要请人帮助处理此事。 或者他们只是不愿花时间仔细考虑这件事。 因此他认为, 承诺运动的初期目标, 必定只能是打消他们的顾虑, 引领他们进入捐赠的队伍。 最终呢? 三到五年之后, 我们将有数目可观的一大批亿万富豪加入。 那时才算得上成功。 毫无疑问, 整个社会或多或少都将从中受益。 不仅如此, 不仅富有的人会认真思考此类承诺的含义。 其他捐献数额不大的人, 也可能会突然间多了一个理由, 来思考他们所做的事的公正性。 2006年, 我承诺逐步将所持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股票, 全部捐献给慈善基金会。 对此决定, 我的愉快之情无与伦比。 现在, 我, 盖茨和梅琳达三人倡导数百位美国富豪, 承诺将自己至少一半财富捐给慈善事业。 因此, 我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时机以重申我的意志, 并且是我做出决定时的考量。 首先, 我承诺, 在我有生之年获取事时, 将向慈善机构捐出99%以上的个人财富。 按美元计算, 可谓一诺千金。 不过, 相对而言, 每天都有很多人为他人贡献着更多的财富。 数以百万计的人经常捐助教堂、 学校和其他机构, 从而放弃用这些钱去满足自己和家人的需求。 他们把钱投入募捐箱或捐给联合慈善基金会United Way, 意味着他们放弃了看电影、 外出就餐或其他个人享受的机会。 相比之下, 即使兑现捐献99%财富的承诺, 我和我的家人也不必舍弃任何个人需要。 非但如此, 这一承诺并不需要我奉献最宝贵的财产。 时间。 很多人, 我很骄傲地说, 包括我的三个孩子, 毫不吝惜地花费大量时间, 用他们自己的才华去帮助别人。 这类奉献的价值往往远胜于金钱。 对于一个身处困境的孩子而言, 导师的友谊和关怀远非一张支票所能买到。 我的姐姐多利斯, 每天都向别人提供面对面的帮助。 而我在这方面几乎无所见数。 然而, 我所能做的, 是拿出一大堆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股票。 这些提取凭证, 兑换成现金之后, 可以买到很多资源。 用以汇集那些由于命运的不公平, 而饱受生活不幸的人。 迄今为止, 我已经捐出了20%的股票, 包括我已故的妻子苏珊巴菲特的股份。 我将继续每年捐赠4%左右的股票。 我全部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持股, 最迟将在我的遗产清点完成后, 十年内被分布到慈善事业的各个方面。 我的钱不会流向捐赠基金, 我希望这些钱用于解决现实的需要。 这项承诺并不会对我的生活带来任何改变, 也不会影响到我的孩子们。 他们已经得到了大笔可供使用的财产, 将来还会得到更多。 他们生活的舒适而且充满创造性。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 我也将继续过着予取予求的生活。 有些物质上的东西使我的生活更惬意, 但也有很多东西不能。 拥有一架昂贵的私人飞机挺不错的, 但拥有半大豪宅却是一种负担。 你占有的越多, 反而往往被物质所占有。 我所拥有的最珍贵的财富, 除了健康以外, 就是形形色色的有趣而恒久的朋友。 我的财富来源于多项因素的结合, 比如生活在美国, 幸运的基因以及富力。 我和我的孩子们都曾中过我所谓的卵巢彩票。 首先, 20世纪30年代, 我出生在美国的概率至少为30比1。 我是男性, 而且是白种人, 也使我避免了大多数美国人当时所面对的障碍。 我的好运愈发凸显, 是因为我生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虽然它有时会造成扭曲的后果, 但总体而言还是造福了美国人民。 在我工作的经济环境中, 国家用奖章奖励在战地拯救占有生命的人, 学生父母以感谢心的形式感谢伟大的老师。 而对那些发现低估定家证券的人, 却以数以亿计的美元奖励之。 简单来说, 命运垂青那部分人实在是件难以捉摸的事。 我和我的家人, 对于我们不同寻常好运的反应, 不是愧疚, 而是心存感恩。 如果我们在自己身上使用超过1%的财产, 也并不会让我们更快乐或是更健康。 相反, 其余99%的财产, 却能给其他人的健康和福利带来巨大影响。 这一现实, 为我和我的家人指明了一条清晰的道路, 保留足够我们享用的财产, 其余的捐给社会, 满足社会的需要。 我的承诺, 就是我们坚实地迈向慈善事业的第一部。 孩子们都很好。 The Kids Are All Right 是2010年的一部电影。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沃伦巴菲特的三个孩子, 59岁的苏倩巴菲特, 57岁的霍华德, 巴菲特, 以及54岁的彼得巴菲特。 三人都毕业于奥马哈的公立学校, 从小就深知父母鲜明的观点, 不要全部都留给子女。 他们早已成长为社会的中间力量, 有着自己的事业。 没错, 目前三人都经营着由父亲资金支持的基金会, 这是专属于他们的就业机会。 但是三人对待工作都保持着高度认真的态度, 他们明白, 把钱花到刀刃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苏倩的基金会, 主要资助他所居住的奥马哈的早教事业, 霍华德在伊利诺伊州迪凯郊外的一家农场工作。 他的基金会, 主要关注改善非洲贫困的农村生活, 家在纽约的彼得和妻子珍妮芙, 则致力于全球女性问题。 彼得巴菲特, 之所以成为财富杂志这篇文章的主角, 是因为他2010年出版的新书《做你自己》。 在中国取得了巨大反响。 本文首次出版时, 这本书的中一本,在中国的销量已达32万余册, 而到了2012年中, 更是售出超过40万册。 巴菲特在中国的名声, 肯定对这本书的销量有所助力。 他是近人皆知的古神, 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引着人们的目光。 但是彼得巴菲特却显得离京叛道, 他离开了声名赫赫的斯坦福大学, 中断了学业, 像个穷小子一样, 追逐起了看似毫不稳定的梦想。 这点吸引了许许多多中国年轻人的目光, 很多人不能想象为什么他会感冒如此风险。 霍华德目前也在撰写一本书, 预计将于2013年出版, 内容主要关于他如何在农场中摸爬滚打, 从而成为一名非洲农业问题的专家。 苏倩目前没有写书, 至少现在还没有。 从他在奥马哈的地位来看, 他是全家最善于与父亲沟通的人, 尤其是在重要问题上, 比如个人安全系统方面。 只要苏倩出马, 安全问题就能搞定。 卡罗尔·卢米斯 委婉地来说, 给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做个概括, 有时候挺不容易的。 中国人把巴菲特称为古神, 每次他到访, 中国媒体会全程追踪他的一举一动。 至今, 已有超过40本关于巴菲特的书, 被翻译成中文。 鉴于这种情况, 彼得·巴菲特, 巴菲特53岁, 为人低调谦逊的儿子, 最近凭借自己的能力, 成了中国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便显得相当有趣。 他的成名, 并不是因为从他伟大的父亲巴菲特那里, 遗传到了人们所认为的投资智慧。 彼得是个成功的音乐家和作曲家, 为很多电视剧和电影配过乐, 与狼共舞, Dances with Wolves, 的原生大蝶是彼得的代表作品之一。 还常在音乐会上演奏新世纪音乐, New A.G.E.Y. 最近一次演出, 是今年8月份在北京探歌物音乐谷的音乐会, 那是长城脚下一家新兴的一流户外音乐场地。 可是, 北京与马林县全然不同。 当下的中国, 新世纪音乐的前景并不深乐观。 彼得引起许多中国人, 特别是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的关注, 主要是因为他会在演奏音乐的同时, 与听众分享人生经验。 他传递的核心信息中, 有一部分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金钱不是万能的, 这也正是他打动人心的原因。 巴菲特在中国的去星地位, 可以让我们窥见现在中国的面貌。 而彼得的成功或许又预示出中国今后的走向。 今年早间时候, 一家北京的出版公司, 翻译了彼得2010年撰写的一本书, 名为做你自己。 该书在美国的反响平平, 三月份在中国出版, 截至八月份, 销量已达32万本,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 即使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也不例外。 据该书中国出版商, 新世界出版社总编张海鸥透露, 今年春夏, 该书在网上平均每天可以售出约1000本。 虽然我们当初对这本书抱有很高的期望, 但老实说, 这样的业绩还是让我们大吃一惊。 张海鸥说, 今年春季, 彼得在中国四个城市, 做了新书的巡回推广活动, 就像在美国常常采用的方式一样, 他把音乐与人生智慧结合了起来。 这次活动被称为音乐与对话。 他还接受了来自全国各地, 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在内的25次采访, 还在新郎微博上与网友互动。 而微博, 已经成为学生和青年专业人士的主流传播工具。 这只是彼得第二次到访中国。 尽管, 他对父亲在这个国家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略有耳闻, 但还是没能充分估量, 到这份尊崇, 如此来是汹汹。 今年八月, 就在长城音乐会的前一天, 彼得坐在北京一家酒店里, 声称人们的热情接待使他受宠若惊。 他笑着说, 和预想的情况真不一样, 就像总统竞选或者重大活动似的, 到处都是记者。 你得记住, 虽然彼得是古神和已故的苏珊·巴菲特的第二个儿子, 但他并不习惯这种巨星待遇。 事实上, 还远非如此。 他和妻子珍妮夫在纽约有宅住所, 但大多数时候, 他们都居住在纽约市一杯90英里安静的阿尔斯特县, 奥斯特 County。 夫妻俩没有孩子。 除了追求音乐失业之外, 他和哥哥及姐姐一样, 都运营着父亲, 用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股票, 全力支持的慈善基金会。 彼得身上最重要的特点就是, 他看起来完完全全与平常人无异。 这听起来似乎不可能, 但事实的确如此。 他很接地气, 平易近人, 没有一点神经兮兮或者举促不安的样子。 他说, 总会听人们说, 你是沃伦巴菲特的儿子, 你太过正常了。 各方听众都会不可避免地好奇, 他究竟是如何形成现在的性格的。 但是在中国, 大家的好奇度远超一般听众。 彼得喜欢向听众们提及的一件事就是, 在他成长期间, 父亲还没有成为美国经济的先知, 总统顾问。 以及安慰还有一线希望, 逼迷的国民的专栏作者。 其实在那时, 父亲已经非常成功, 只是还没有广为人知。 那时, 他还只是个普通人, 只有那些肯读格雷厄母, 与戴维多德著作的人, 知道, 并崇拜他。 即便到了今天, 他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变化。 当得知彼得的父亲宣布, 将把巨额身家捐给由另一位超级富豪比尔, 盖茨运营的基金会时, 中国人的好奇心更是无以复加了。 许多人听闻这个消息,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为什么他会如此对待自己的子女呢? 很多中国人不知道, 巴菲特一直以来秉持的观念是, 留给孩子们。 足够的钱, 他们将来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但不会给的太多, 以免他们无所事事。 然而, 仅凭好奇心还不足催生32万本的销量。 彼得传递的某些信息, 肯定与很多中国年轻人产生了共鸣。 总编张海鸥说, 这一信息与彼得的精密密不可分。 他告诉听众, 从济世的时候起, 他就热爱音乐。 母亲说过, 我还不会说话就会唱歌了。 去年春天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 他如是说, 大家都知道, 他的父亲会谈有课理理。 彼得是个好学生, 入读斯坦福大学。 但他并不是特别职业导向的人, 对格雷厄母语多得也没什么兴趣。 在大学头一年半里, 他说, 我选修了一切以课称号101结尾或学的课, 表示基础课。 然后, 接下来的这段, 是年轻的中国听众聆听得最认真的, 甚至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退学了。 他决定追求音乐生涯。 我的整个人生就在我眼前。 他说, 于是他拿着祖父留下来的一点遗产, 在旧金山买了套公寓, 决定闯闯看。 而他的父母也欣然接受了这一点。 听众常常听得目瞪口呆。 他们鼓励我, 但也说得很清楚, 如果你搞砸了的话, 那就祝你好运吧。 彼得说, 两年之内, 他就很自信地认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到那时, 我已经知道我能靠音乐为生。 彼得在中国出现的多个场合一再重申, 无论是从斯坦福大学辍学, 还是尝试在音乐方面闯荡。 本质上与父亲当年的做法殊途同归。 我的父亲很早就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 他也确实去做了, 而且到现在还未停歇。 他说, 因此, 我告诉中国的听众们, 我父亲和我事实上都是谋生而已, 我们都在做自己热爱的事。 对于美国人听众来说, 这似乎有些老生常谈。 愤世嫉俗的人会说, 得了吧, 沃伦巴菲特是你老爸, 你想干什么都会容易很多。 不过, 中国听众的反应却并非如此, 他们多数都大吃一惊, 原因完全可以理解。 外界将中国看成一个崛起中的经济大国, 一个看似有着不可逆转的经济发展势头的国家。 这或许相当正确。 尽管各种数据让人眼花缭乱, 但中国内部还是一个经济压力锅。 希望考上大学的孩子们, 每天花14到18个小时学习, 竭尽全力地希望进入优秀大学深造。 进了大学就得早早地选定专业。 他们仿佛身处一个上行的自动扶梯, 有些骑虎难下, 当然, 这肯定比爬步上这扶梯要好。 即便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因为很多都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女。 这意味着父母亲退休后, 他们将独自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 澳美广告公司, Ogoymatter, 上海的一位高管爱德华贝尔, Ogoymatter曾对中国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做了深度调研。 他总结道, 这代人必须全力冲刺, 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我称他们为压力一代。 彼得也心怀这种忧虑。 这也正是为什么田立峰、 英义与其他许多年轻的中国专业人士一样, 对他在中国取得的成功并不特别惊讶。 他一年前毕业于北京一所大学, 主修金融专业, 目前在交通银行, 一家大型国有银行工作。 他是彼得父亲的忠实粉丝。 我想我读过所有关于他的书。 他说, 今年春季, 田立峰去听了彼得的演讲, 事先并未料到他会讲些什么。 我深受触动, 特别是当他讲道离开斯坦福大学, 追求音乐的时候。 他摇着头, 并补充说道, 那是一所声名赫赫的大学啊。 彼得明白, 他写到的经历以及推动他职业发展的动力, 都是美国特有的文化。 他为人非常谦逊, 坦白地说, 如果他姓史密斯或琼斯, 或许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对他感兴趣。 他毕竟刚刚踏足中国, 但是, 当他说起, 这块土地似乎正在以光速向肩狂奔。 很多年轻人甚至没有片刻机会来思考时, 却是一语重地。 我觉得我的父母不会让我像彼得那样去做。 银行职员田立峰说, 不过, 或许有一天。 他轻轻地补充了一句, 我自己的孩子可以有这样的选择。 果真如此的话, 彼得或许会像他的父亲一样, 留给中国一份可贵的精神财富。 一个国家的慈善困境。 2011年10月17日比尔报威尔补充报道, 去年, 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 因为一个他们认为最没有争议的原因, 造访了北京。 两人安排与一群富有且成功的中国商界人士, 共进私人参会, 探讨了一个看似无害的话题, 慈善。 中国博客圈听到了此次参会的风声, 一时间议论纷纷, 并非所有的评价都是正面的。 彼得巴菲特承认说, 这还只是委婉的说法。 富人向慈善事业捐款这一话题, 在美国或许没有什么争议性, 可在中国情况却不同。 巴菲特说, 事实上, 每次他到中国演讲, 与学生和年轻的专业人士对话时, 富家子弟这个话题总是会冒出来, 他们总是抓着这个问题不放。 慈善话题之所以会在中国引发公众不满,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富人认为, 散财有为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 他强调家庭的首要位置。 因此, 有些中国人听说巴菲特和盖茨来中国, 是为了劝说富人捐献出自己的财富时, 会感到不舒服。 这是误解。 很多中国年轻人得知, 巴菲特要把大部分个人财富, 捐给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时, 都感到非常震惊。 但是第二个原因并不那么明显。 中国的富裕阶层, 尚未形成争相向慈善捐款的势头。 特别是今年, 中国的慈善钱款管理费, 高达捐款总额的10%, 而西方仅为3%左右。 2011年上半年, 中国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额锐减, 而且据一些中国媒体报道, 整个慈善行业收到的捐款也显著放缓。 这一事件直指中国慈善行业的信用缺失问题。 几位著名的中国商界人士和慈善家, 以坐拥着中国最大的玻璃制造企业的曹德旺为首, 目前公开表态, 坚持要求接受他们捐款的国内慈善基金会, 必须提高透明度和成本效益。 曹德旺说, 这跟西方还是中国的价值观无关, 在中国发展慈善是一个信用问题。 金子本身不会繁育出新的价值, 债券也很少回馈投资者, 而精挑细选出来的普通股票和土地, 则是具有生产性的资产, 很有可能会为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 上面这段话, 是您即将看到的这篇文章所传递的信息。 本文是2011年沃伦巴菲特, 致股东的信的节选, 财富杂志为其命名了一个标题。 当然, 巴菲特的投资生涯中, 还有其他指引他前进的准则。 所以, 当您和我们一起探索完巴菲特46年的投资历程时, 本文应该是一个完美的收尾。 不过, 我们还是要在巴菲特46年的卓越成就上, 在天上一笔, 无论是他投资者还是商人的角色。 1966年, 他创立了名不见经传的巴菲特合伙公司。 还身兼新英格兰地区一家小型纺织企业,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控股股东和事实上的掌舵人, 为公司创造了4900万美元的年收入。 到了2011年,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已经成为财富500强企业中的第七名, 年收入达到1440亿美元。 这样的飞跃, 虽然违背很多人知晓, 即使巴菲特本人也惊诧于自己的出众表现, 却是非凡的无以伦比的成就。 在他有生之年, 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 像他一样, 把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公司, 带到了世界500强的前10名。 巴菲特却不以为意, 总收入对他来说没那么重要。 市场价值才是他更注重的东西。 2011年,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位列500强的第九, 总收入2020亿美元。 排名在他前面的, 是另一家在近几十年崛起的商业巨拨, 已故的史蒂夫·乔布斯创办的苹果公司。 其同期市场价值, 达到了惊人的5690亿美元。 巴菲特和乔布斯结识于几十年前, 当时他们都是格林内尔学院董事会的成员。 此后就甚少有交集了, 但在不久之前, 巴菲特回忆说, 有一次, 乔布斯打电话过来, 向他咨询如何处置苹果公司过剩现金的事。 虽然巴菲特给了他建议, 但他并未采纳。 巴菲特的巴菲特合伙公司, 早在1969年年底就关闭了, 因为巴菲特不能容忍市场的投机行为。 不过, 当时公司的1亿美元为投资埋下了种子, 收获了几个月前,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860亿美元的股权投资。 巴菲特投资的重头横跨了整个美国经济界, 彼时,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拥有价值156亿美元, 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 137亿美元富国银行的股票, 130亿美元IBM的股票, 以及88亿美元美国运同公司的股份。 2012年,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所有公寄, 都被有关巴菲特的两条新闻夺去了光芒。 第一条发生在比较早的2011年8月, 纽约时报刊发了巴菲特的专栏文章, 停止纵容富人。 Stop coddling the rich。 巴菲特将自己负担税率, 17%, 与他办公室内其他20位员工负担的, 33%到41%, 相比较, 号召政府提高年收入, 超过100万美元人群的税率。 在2012年大选年, 奥巴马政府不仅接受了建议, 还提高了这一比例。 对巴菲特规则表示支持, 当然这也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对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人群, 都提高了税率。 巴菲特开玩笑说, 我一直希望有一条税法以我的名字命名。 第二条新闻发生于2012年4月17日, 巴菲特通过媒体宣称, 经诊断自己患有一期前列腺癌。 9月中期, 当我撰写这段文字时, 巴菲特刚刚结束, 在奥马哈医院为期两个月的放射治疗。 治疗期间, 他也经受了很多痛苦, 所以, 务时抽出几天离家去工作, 患患心情。 巴菲特非常自信能够战胜这场疾病, 在活很多年, 因为大部分人也这样挺过来了。 而且, 这恐怕也很难阻挡他跳着踢踏舞去上班的兴致。 卡罗尔卢米斯 投资常常被形容为一种现在把钱投出去, 并期待将来收获更多钱的过程。 在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我们的标准更严苛, 将投资定义为将现有购买力转移给他人, 以期在未来合理地获取更强的购买力。 当然是在名义收益的税款被扣除之后。 简而言之, 投资是放弃现阶段的消费, 以便在将来有能力消费更多。 我们对投资的定义还引出一个重要结论, 投资的风险不是由贝塔系数, 而是由合理的概率来衡量的。 即投资, 使其所有者在其预期的持有期间中, 丧失购买力的概率。 资产价格有可能会大幅波动, 但投资者只要合理地确保在持有期, 其购买力不断增强, 资产投资就不会带来风险。 我们会看到, 某些价格无波动的资产投资, 却有可能充满风险。 投资机会不仅多, 而且种类纷繁。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可以总结承三大主要类别。 了解每个类别的特性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 我们不妨来探索一番。 以给定货币标价的投资包括货币市场基金、 债券、 抵押贷款、 银行存款和其他投资工具。 大部分这些基于货币的投资, 都被认作是安全的。 事实上, 它们正是资产投资中最危险的部分。 它们的β系数可能是0, 但其风险性却不容小事。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 这些金融工具已经摧毁了很多国家投资者的购买力, 即便它们可以定时收到利息和本金。 而且, 这样糟糕的情况会永远重现。 货币的最终价值是由政府决定的。 系统性力量有时会引导政策走向通货膨胀, 而且这些政策时不时的还会失控。 即使在美国, 人们对货币稳定的渴望如此强烈的情况下, 自从1965年, 我接管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以来, 美元贬值的幅度还是达到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86%。 当时一美元能买到的东西, 今天要花不少于7美元。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 一个免税的机构, 需要每年从债券投资中获得至少4.3%的回报率, 才仅仅能维持原有购买力。 如果投资管理者将回报中的任何一点, 看作, 收入的话, 那真是华天下之大击。 对于纳税的投资者来说, 比如你和我, 情况就更糟了。 同样47年间, 美国国债的复合年回报率为5.7%, 听起来还挺让人欣慰的。 然而, 如果个人投资者缴纳了平均25%的个人所得税之后, 这5.7%的回报率, 能够带来的真实收入, 就会归零了。 投资者可见的所得税, 会剥夺1.4%的获益, 而看不见的, 通货膨胀, 税, 则会将剩下的4.3%吞噬殆尽。 值得注意的是, 隐性的通货膨胀税很可能是明确的所得税, 我们投资者认定的主要负担的三倍以上。 我们的货币上印着我们信仰上帝, 而操纵政府印刷机的, 看不见的手, 却过于人性化了。 当然, 高利率能够抵偿人们所面临的, 以货币为基础投资的通货膨胀。 然而, 事实上, 20世纪80年代初, 利率也完美地行使了这一使命。 然而, 现阶段的利率, 却很难抵消投资者承担的购买力风险。 现在, 我们应给债券贴上高风险的警示标签。 因此, 鉴于当下的情况, 我不喜欢以货币为基础的投资。 即便如此,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仍持有大量此类投资, 特别是短期类的投资。 在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保持充足的流动性资金是重中之重, 且永远不会有丝毫减少, 不管利息有多低。 为了适应这一需求, 我们主要持有美国国债, 这也是在经济环境最动荡之际, 我们唯一能够指望的流动性投资。 对我们来说, 200亿美元是比较有效的流动性水平, 而最低也至少要维持在100亿美元。 除了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流动性要求, 及监管规定, 只有存在非一般回报的可能时, 我们才出手购买货币相关证券。 发生这种可能的情况是, 要么是信用被算错了, 这有可能发生在周期性的垃圾债券崩盘之时, 要么是债券票息率已上升至一定程度, 能提供一种当利率一旦下降, 高等级债券可能带来大量资本收益的机会。 尽管我们在过去曾遇到过这两种机会, 但将来也可能会再次遇到。 如今, 我们的预期已有了180度的大转变。 华尔街的谢尔比卡罗姆·戴维斯, Shelby Column Davis, 在很久以前对债券的嘲弄, 现在看来却是切众肯庆。 宣扬无风险回报的债券, 现在的定价只能带来无报酬的风险。 第二大投资类型囊括了那些不可再生的资产, 但投资者购入的原因是希望其他人, 那些也可能知道, 这一资产永不可再生的投资者, 在未来以较高的价格在买入。 这让我首先想到了17世纪时, 成为这类投资者宠儿的郁金香。 这种类型的投资仰仗投资者队伍的不断壮大, 从而使更多投资者因相信队伍的继续扩张, 而被前赴后继的吸引进来。 是有人并非被这些资产本身的产出所激励, 这种资产永远不可再生, 而是相信, 未来的其他人, 会更加热切地渴望这种东西。 这一类型中的代表性资产是黄金。 目前, 大批对此感兴趣的投资者担心几乎所有的其他资产。 特别是纸币的价值问题, 如前所述, 纸币日益贬值, 投资者的担心不无道理。 然而, 黄金天生具有两大显著缺陷, 既没有多大用处, 也没有生产新价值的能力。 没错, 黄金具有某些工业和装饰用途, 但是对黄金的这两种需求不仅非常有限, 而且吸收不了新产品。 与此同时, 如果你一直持有一样丝黄金, 到最终你也只能拥有这一盎司黄金。 激发大部分炒金客对黄金趋之若鹜的原因是, 他们相信人们的恐惧心理会日益膨胀。 过去的十年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除此之外, 黄金价格持续上扬, 本身也激发了人们更多的购买热情。 将那些把黄金价格上升, 看成是验证他们投资理论正确的投资者, 吸引了过来。 弄潮而投资者不断加入, 创造了自己的真理, 但终将是韶华一事。 在过去的15年里, 互联网和房地产股票的崩盘已经证明, 最初理性的投资题材与大肆炒作, 股价飙升相结合, 导致了大量的剩余。 在这些泡沫中, 一大批起初抱持怀疑态度的投资者, 被市场传递的所谓证据征服了。 而这批购买者的规模一度不断扩张到, 足以让浪潮不断地席卷开来。 但是当泡沫被吹得足够大时, 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破裂。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聪明人起头, 傻瓜结尾。 今天, 全世界的黄金库存约为17万吨。 所有这些黄金融在一起, 会形成一个边长为20.7米的立方体。 想象一下, 差不多正好能够放入一个棒球场内场。 以每盎司1750美元来计算, 此文赚写时的黄金价格, 这个立方体的市值约为9.6万亿美元。 我们姑且将这个立方体称为A组。 现在, 我们用同样金额创建一个B组。 我们可以买下美国所有的耕地, 1.6亿公顷, 年产值约2000亿美元, 以及16家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 全球最赚钱的公司, 每年利润额超过400亿美元。 之后还剩下约1万亿美元可用作活动资金, 这样大手笔的投资后, 也丝毫不会感到手头紧张。 你认为一个坐拥9.6万亿美元的投资者, 会选择A组, 还是B组? 除了库存黄金令人难以置信的估值之外, 当前居高不下的黄金价格, 也让如今黄金年产值, 达到了约1600亿美元。 买家们, 不管是珠宝制造商, 工业用户, 单精受怕的个人, 还是投机刀把者, 必须不断地消化掉额外供应量, 才能让现有黄金价格维持平衡。 从现在开始之后的100年内, 1.6亿公顷农田将产出无数的玉米、 小麦、棉花和其他作物, 不论我们采用什么货币, 土地都会继续为我们创造丰富的物产。 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 可能也已向股东派发了几万亿美元的股息, 且持有价值可能会超过数万亿美元的资产, 而且记住, 你手头拥有16家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 在100年以内17万吨, 黄金立方体尺寸不会有丝毫变化, 而且依然不会有任何产出。 无论你怎样辅弄这个黄金立方体, 它始终不会有任何反应。 不可否认, 如果100年后的人们感到担忧, 很多人可能还是会去抢购黄金。 但我相信, 杯组当前9.6万亿美元的市值, 在这100年内创造的复合回报将远迅于B组。 市场恐慌情绪达到顶点时, 前面提到的那两种类别的投资会最受追捧, 经济崩溃的担忧, 会促使人们涌向基于货币的资产, 尤其是美国债券, 对货币体系崩盘的担忧, 会让人们购入黄金等无产出资产。 2008年年底时, 我们听到现金为王的呼喊, 但事实上, 当时人们本应该积极投资, 而非持币观望。 同样, 20世纪80年代初时, 我们又听说现金是垃圾, 而事实上, 当时的固定美元投资, 处于我们记忆中最具吸引力的水平。 在这些情况下, 跟踪的投资者为求自我安慰, 都付出了沉重代价。 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第三类投资, 就是我自己所偏好的, 即对生产资产的投资, 不管是企业, 农场, 还是房地产。 在理想情况下, 资产应该有能力在通货膨胀时期确保产出, 只需最低水平的新增资本投入, 便能够保持其企业购买力价值不变。 农场, 房地产和许多优秀企业, 比如可口可乐公司, IBM以及我们拥有的14糖果公司, 都通过了我们的双重考核。 其他某些公司, 比如受管制的公用事业公司, 因为通货膨胀为其带来沉重的追加资本负担, 因此不符合标准。 为了获得更多盈利, 股东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本。 尽管如此, 这类对生产资产的投资, 还是优于非生产性投资和基于货币的投资。 无论100年以后的货币是黄金、 贝壳、 鲨鱼牙, 还是一张纸。 像现在一样, 人们肯定还是会愿意用自己几分钟的日常劳动, 来换取一瓶可口可乐或一些是丝花生糖。 未来, 美国人肯定将运输更多的商品, 消费更多的食品, 要求更大的居住面积。 人们将永不停歇地用自己生产的东西, 交换别人生产的东西。 我们的企业, 将会继续高效地为国人提供他们需要的商品和服务。 换句话说, 这些商业奶牛将会活上几百年, 且源源不断地提供更多的牛奶以促进发展。 决定这些商业奶牛价值高低的, 不是商品交换的媒介, 而是他们的产奶能力。 对于奶牛的主人来说, 来自销售牛奶的利润将会负荷增长, 就像20世纪的股票投资一样。 在这100年间, 到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从66点增长, 到了11497点, 与此同时还派发了很多股息。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目标, 是增持一流企业的股权。 我们的首选是整体接手这些一流企业, 全盘拥有, 但是我们也可能通过持有大量流通股的方式, 成为拥有部分股权的股东。 我相信假以时日, 这类投资将被证明, 是我们前面分析的三类投资中遥遥领先的优胜者。 更重要的是, 到目前为止, 这类投资也将被证明是最安全的。 财富杂志第一次提及沃伦巴菲特, 是在1966年。 当时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股票, 现在来一股, 价格为22美元左右。 而到了2012年9月中旬, 这个价格已经达到了13万3千美元。 如果没有沃伦巴菲特, 这本书不可能完成。 谢谢你, 沃伦, 谢谢你精彩的人生, 让我能够有机会策划这样一本书, 即使以前我从未预料至此。 如果没有多利斯伯克, 这本书也不可能完成。 伯克是财富杂志的一位同仁, 尽管学的是图书馆专业, 却成长为一名如此专业的商业作家。 很多财富文章的作者, 每当编转文章, 甚至对整本书泛男时, 他都会成为关键的助手。 书中的一篇文章也出自他手。 而在我心目中, 书中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印记。 和伯克一道进行试试搜集的同事, 玛丽琳·阿达默, Marilyn·阿达默, 也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这也就是为什么两人从未在同一时间放过假。 我也不会忘记财富杂志诸多同事给我的帮助。 我的上司, 斯沃安迪和汉克基尔曼, Hank Gilman, 以及他们的老板。 时代集团, Time Inc.的总编约翰修益。 对于我, 因为一些变故, 没能及时解稿, 而给予充分的宽容。 没能在几年前完成这本书, 却是一份意外的福气。 因为如果我早就完成, 就不会有巴菲特的我的慈善承诺, 也不会有巴菲特与门徒和火企业打赌的故事。 甚至不会有关于戴维索科尔的章节。 然而, 当我火力全开准备大干一场时, 又遭遇了手部手术, 无法打字, 在家养病, 家人为了我付出了大量的时间。 我对所发生的一切都深怀感恩。 除此之外, 当安迪还只是一名作家, 没有成为杂志主编时, 就写下了书中收录的三篇文章。 这也是他堪称本书第二作者。 吉尔曼也在关注着本书的每一部进展, 从最初的合同到最终签约, 再到最后定稿, 前前后后都留下了他的智慧印记。 安迪和吉尔曼, 是他们, 让我感觉与财富, 杂志的合作有种异于言表的乐趣。 在财富, 我已经幸福地工作, 生活了将近59年。 米亚迪尔, 米亚迪尔, 财富杂志的摄影导演, 梳理了我们珍贵的巴菲特照片库, 用自己一贯读到精准的眼光, 挑选出了生动而又特别的流影。 查德·麦凯布, Chad Markabe, 协助完成了设计工作。 全书中一共有90个独立单元, 包括全文文献, 节选, 讲话稿, 可以这么说, 以及读者来信。 财富杂志的资料尚未完全数字化, 本书的这些部分还只是零头, 或者说有些数字化的资料并没有多少帮助。 所以, 将资料转化成一余处理的形式, 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卡伦·惠勒, 卡伦·威勒, 克里斯特·卡奇克, 克里斯·卡奇克, 和凯利·潜田。 Kellie Champion, 为这项枯燥的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 最后, 卡比莱恩斯, 卡比莱恩斯, 将一系列的文章转换成word文档, 为我的工作带来了很多便利。 谢谢大家的无私帮助。 卡罗尔·格温, Kell Greene, 和阿尔菲·格雷尔姆, Alphie Graham, 负责的。 财富杂志影音部门是我最喜欢的, 也是最常去的地方。 这两位帮助我校正文法, 保持语言简洁。 当然我希望如此。 他们的同事安杰尔·麦斯, Angel Mass, 总能够及时将各种表格发给我。 我还要感谢时代集团, 负责本书工作的律师艾米格利克曼, Amy Glickman, 在很多细节方面, 他都考虑得相当周全。 除此之外, 格利克曼还将本书的电子稿带回家, 利用周末仔细地阅读了一遍, 告诉我他非常喜欢本书的中间和结尾部分。 因为令他被感兴趣的不仅是巴菲特的故事, 还有书中对美国商业历史发展的概述。 如果我们都能拥有这样的律师, 那该多好。 至于我, 从未想过要出版一本书, 却十分幸运地获得了代理商特雷西布朗, Tracy Brown的支持。 他对业务的熟人, 总是让我在精神紧绷的时候得到舒缓。 他不愧为作者的知心人, 他看到本书初稿的第一秒就爱上了这本书, 当然他也喜欢书的封面。 我想我已不能要求更多。 谢谢你, 布朗, 谢谢你毫无保留的支持。 我的感谢还要给予阿德里安·扎克海姆, Adrian Zakheim Portfolio出版社的总裁, 本书的出版商。 他非常了解商业类书籍的市场, 所以他对跳着踢踏舞去上班, 一书满怀信心, 投下了赞成票令我本人和财富, 杂志都非常振奋。 他的同事威尔维泽, Will Weiser, 艾米丽安杰尔, 艾米丽英州, 以及布里亚桑福德。 Bria Sanford, 将本书的出版日程规划得相当紧凑。 是的, 荣誉应属于所有人。 当我编撰本书时, 在我的脑海里, 不停闪现的, 是为本书贡献了文章的许许多多编辑、 作者、 记者伙伴的名字和面庞。 在我开始着手本书的时候, 他们都是巴菲特问题的研究专家。 按照财富杂志一贯的风格, 文章编辑几乎都是匿名的。 但是我要特别感谢三位编辑, 蒂姆史密斯, Tim Smith, 尼克瓦切费, 尼克·瓦斯·哈佛, 以及布莱恩奥基夫, Ryan O'Keefe, 正是因为他们的辛勤工作。 我们才读到了巴菲特的精彩故事。 是奥基夫, 想到了我本人最喜欢的一个标题, 20多年历史的110亿美元。 那些虽不是以脑力行事, 却也为本书的文章贡献一己之力的人们。 我将按照他们姓氏的字母顺序 罗林如下。 玛丽亚阿塔纳索夫, Maria Adonassoli, 爱德华贝格, Edward Bay, 凯特巴伦, Kate Bell & 苏珊娜巴林, Susan Barlin, 罗莎林德克莱恩柏林, Rosalind Klein Berlin, 朱利亚布尔斯廷, Julia Bustin, 多利斯伯克, 再一次, 约翰科伦, 张克人, 埃里克达什, Eric Dash, 帕蒂德洛萨, Patti De Losa, 达里纳达尼斯, Darriani Dennis, 简弗洛普, Jane Falpe, 卡丽哥克吕布, Terry Gottlieb, 戴维科克帕特里克, David Kirkpatrick, 克劳丁奈特, Glody Knight, 苏珊库恩, Susan Kuhn, 麦克尔麦克法登, Michael McFadden, 乔麦高恩, Joe McGowan, 安东尼米歇尔斯, Anthony J. Michelles, 路斯莫斯, Ruth Moss, 帕特里夏尼里, Patricia Nearing, 卢里奇曼, Lureichman, 艾伦舒尔茨, Allen Schultz, 从我着手准备这本书开始, 我就知道自己有很多很多故事可以讲述, 让我大感意外也非常惊喜的是, 大约还有40位作者, 目前多维杂志的同仁, 也贡献了他们的故事, 不得不提的是已故的丹塞利格曼, 他也是我的导师, 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人, 都是我亲近的朋友, 几乎所有我尊重的人, 都曾经或依然在该杂志社供职, 长期以来, 财富杂志一直都很幸运, 能拥有这批出色的作者以及编辑, 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成为业界翘楚, 是我们杂志高质量的标杆, 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再次再次展现他们的才华, 同样令我非常开心的是, 我在一次认识到, 每篇文章的作者都真实地和巴菲特有过接触, 他们用自己卓越的文笔, 将巴菲特伟大的观念诉诸文字, 呈现给全世界一份出色的记事作品, 书籍已播完, 感谢收听。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